相信只要提到国文课 许多人都会忍不住打咖欠 而国文也似乎被认定为 一个不折不扣的贝科 但陈地老师首创语文推理的学习方式 提倡以学术理的精确逻辑 让学生不再只能死背 单字跟文法有点像数学的共识 因为它是比较知识念的东西 那阅读的部分有点像是应用题 那因为现在它的比例是应用题比较高 但是目前大部分的国文 其他部习班的教学方式 它比较偏向的就是知识面的教学 现在坊间看到的国文参考书 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些国学常识 温泉流变的统整 那我们的教材 就是我们这边的教材的部分 开始会出现有蛮多都是关于 比如说文有文的文法 然后的系统性统整 用篇章架构 句法 逻辑 对于学生的最大帮助是 它帮助学生可以 第一个就是他们知道要怎么样可以读得更快 然后第二个 要怎么在看不懂文艺的状况之下 也能透过语文推理的方式去找到答案 台大文学硕士出身的陈地老师 在求学时代不仅是文学奖的常胜君 数学成绩更是优异 这使得陈地老师不同于传统的国文教学 开创了以数理的推理与逻辑的方式 在长编百号文这个部分 我觉得对孩子帮助很大 他会教导孩子关键字跟段落是什么 可以快速地抓到keyword或key sentence 他就可以省略一些不重要的段落 这样子他可以节省时间 又可以记得到底这篇文章 真正的主旨跟重点是什么 就是可以很完整地把这一整段 不管是他的内容 或者是他的结构设计的方法 我都可以知道 因为现在考试也很注重这一方面的体面 不只阅读 在写作上 陈地老师亦有别于传统死被迎联加剧的 涂法练纲 透过引导与提问 激发学生主动思考能力 小二件事才能看得出来的 从他们的身高 对 因为身高是什么的 是线片的 对不对 陈地老师将抽象的思辨流程化 步骤化 让思考也成为可以习得的能力 每个学生的作文都由陈地老师亲自批改 由篇章架构 主旨到推论逻辑 具体为孩子说明个别的问题 而课后辅导更是针对每个孩子的学习状况 量身定做学习历程 更有紧密的亲食互动 使用童年辅导老师的时候 老师是非常了解学生的个性 以及最好的一个学习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因材施教的方式 让每一个同学还有每个孩子 得到最好的成长还有学习 那我们课后辅导主要分成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记忆的层面 那我们主要是教会同学如何在使用语言之后 透过身体记忆的方式去理解文字背后的真正的遗憾 那第二个层次呢则是理解的层面 我们会透过大量的体库的练习 然后教会同学如何应用 陈老师的逻辑教学法则 从有趣中去学习 我觉得这是给小孩子最好的学习方法 那我记得最有印象的一次是 他明天断考要考博文 我说你再加好念书就好了 那他说不要 我要去陈地老师那边 请陈地老师的助教 帮他赶快再版博文复习一次 你可以想到这孩子那么喜欢来这边 代表老师的教导 老师的教导方式 他已经非常能接受 他乐于来这边 学习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 陈地老师认为 比起教导孩子知识内容 教会孩子读书方式 聪明的学习更为重要